实验四之三 透镜的成像观察 小薛你看 用放大镜来看企鹅模型 变得好大哦 放大镜有将物体放大的功能 所以在观察微小的事物时 非常方便哦 但是我发现 有些情况下 放大镜会让物体呈现上下颠倒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我们就来进行以下实验 来探讨透镜的成像原理吧 实验器材 实验需要的器材有这些 要确认所有器材都有准备哦 实验步骤 这五张图分别是涂透镜 和凹透镜的成像 它们是哪种透镜的成像 是实像还是虚像呢 我认为成像C是涂透镜的成像 而且是虚像 其他的你来预测看看吧 将一只焦距的涂透镜 固定于蜡烛与纸屏之间 蜡烛到涂透镜的距离称为物具 而纸屏到涂透镜的距离称为像具 把涂透镜的焦距 记录在活动记录簿 若涂透镜的焦距未知 接下来将蜡烛 移到距涂透镜 30公分外的远处固定后 再点燃蜡烛 前后移动纸屏 直到竹烟在纸屏上的成像 最清楚为止 可以发现成像A 是由涂透镜产生的倒立缩小时效 将结果进入在活动记录簿上 并比较此时物具 像具与焦距之间的关系 接着 移动蜡烛 逐渐靠近涂透镜 观察纸屏上的成像变化 找到成像B了 是由涂透镜产生的倒立放大时效 将成像B的性质记录下来 并比较此时物具 像具与焦距之间的关系 接着 再移动蜡烛 使蜡烛更靠近涂透镜 观察纸屏上的成像变化 如果无法在纸屏上成像 可以改从纸屏处 透过透镜观察 找到成像C了 是由涂透镜产生的正立放大虚像 将成像C的性质记录下来 并比较此时物具 像具与焦距之间的关系 如果想快速观察到成像B和成像C 而不是缓慢移动蜡烛测测试 可以如何操作 蜡烛位置可以从远处 一次缩减与透镜一半的距离 观察是否符合成像B和成像C 若不符合则再缩减一次 将涂透镜换成已知焦距的凹透镜 重复步骤2至4 若像不清晰 可以前后调整纸屏的位置 以得到清晰的像 如果无法在纸屏上成像 可以改从纸屏处透过透镜观察 我们可以找到成像D和成像E 皆为正立缩小虚项 将成像D、E的性质记录下来 并比较此时物据、像据与焦距之间的关系 分析结果 一、请问无法在纸屏上成像 所代表的意义为何? 是实像或是虚像? 无法在纸屏上成像 代表竹燕的光线无法汇聚在纸屏上 因此为虚像 二、实验结果是否支持你在步骤一的预测? 根据实验结果 哪些预测需要修正? 根据实验结果 成像A、成像B和成像C的透镜种类 皆为图透镜 成像D和成像E的透镜种类则为凹透镜 成像A和成像B的成像性质皆为实像 成像C、成像C和成像E的成像性质则为虚像 三、根据你所归纳的透镜成像性质 试推论图透镜是否会产生倒立 且与物体大小相等的实像 为什么? 当物具大于二倍焦距时 纸屏上的成像为倒立缩小实像 当物具介于焦距与二倍焦距之间时 纸屏上的成像为倒立放大实像 所以成像由倒立缩小实像至倒立放大实像之间 必有一个形成倒立且大小相等实像的位置 此位置积在二倍焦距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